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已經可以加入中華民火海軍了 然後出去了以後 會一直拍往外海衝 就要一直在海裡面的事件 非常好 跟它鯊魚 海龜峰 但海底總統人 也會看到這些東西 比如說在台中 台上台不得一起出來 才發現根本髒一難 連照這樣都不會 你看這是照什麼相片 這是我家的小池塘嗎 這是南北北 我… 地褲塘 其實這樣會有一點池塘嗎 妳知道什麼意思嗎 叫我爬上去以後照一張吧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我爸爬上去 他那時候很瘦 他這樣給我的時候才47 現在是電腦 好 這是什麼 歡迎來到小明星大跟班 路個蜜月怎麼吵不停啊你們 人家說才知道幸福是叉叉啦啦 什麼時候是床頭草床尾河 蜜月的時候嘛 對不對 蜜月是什麼狀態 四下無人 月光光心荒荒 正是偷雞摸狗的好時光 他在結婚了嘛 合情合理還合法耶 對不對 兩個人如果到那個小島度蜜月 有沒有 好開心喔 浪漫 爸爸以前去過那個叫馬爾蒂夫 有一個叫做Moon Lake 月虎島 Moon Lake Island 什麼都沒有沙灘 然後那個房子建在水上面有沒有 到了晚上 孤枕難眠的時候 一轉身 旁邊空無一人 只好就DIY 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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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節目 是 都被你用壞了 沒有喔 就釣魚 我們才剛開頭耶 水上屋釣魚 如果是人家蜜月的話 那多好 兩個人也共賞名月 那個心情 一組一組讓他們來說一下好不好 是的 歡迎這幾組好不好 這要對…對清楚耶 還以為說納對…爸 他老婆是劉宇柔 好突然喔 Jeff要不要換 換納對媽要不要換 你知道人家在現場怎麼答應 我先離開好了… 尺寸差那麼多 跟狠也知道不要換 不換… 來 亮哥跟刺友姐 來 亮哥 來… 來… 我吃… 這個… 結婚23年了 兩位讓他們好好講一下 第一條來了 他們都蜜月是到拉斯維加斯 七天六夜 從小亮哥開始 拉斯維加斯不是跟那個誰啊 怎麼了 跟那個Julie 對…我們一起去的 妳們一起去 來… 那裡發生好多事 美其林餐廳浪漫晚餐 竟然給我當場睡著 我們要去之前大概半年前 Julie就開始上網 一直訂… 好不容易在七天以內 只訂到一天 只有訂到一餐 就是我們到達的當天晚上 到那邊四五點的時候 我們就去洗澡 洗了澡然後就趕快 四五點就洗澡 不是還沒洗澡 舟車勞動 整理行李 一半 五半啦 真是 是整理行李喔 不是整理加斯喔 對 行李行李 因為有期待感 有沒有 好 對 然後我們就是 大概七點半 八點 就坐下來開始吃 米其林餐廳是 上第一道菜他們就要介紹 那個先解釋一下 那個是法國餐廳 法國 法國 米其林的話 是 然後超難訂 然後重點是他們每一道菜 他就會跟你解釋很多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他是用什麼食材 當然我們四個人 只有一個人英文最好 就Julie 對…從國外回來 我們三個都聽不懂嘛 我們就只能 剛開始還可能有氣質 假動… 傻笑… 是… 然後走了之後 我們就趕快吃這樣 當吃到第二道的時候 就不行了 他就說 對 這位大哥就開始 一直要打呼了 然後楊凡也 就說你們叫他上快一點… 叫他連湯一起上好不好 兩個應該是時差啦 第一個是時差 時差 肚子又餓 然後上東西都一點點 塞牙縫都不夠 吃完了以後 大家又這麼熟不知道要聊什麼 對啊 什麼啦 有什麼好聊的 不是 重點是他們一直催人家 一直催人家 你可不可以叫他趕快一直上 把第三道煮菜一起上 然後叫他連甜點咖啡通通上 不然叫他咖啡先上 米其林餐廳人家 有一定的順序好不好 不然那味蕾會被破壞 還叫亮哥先吃蠟燭啊 他吃蠟燭嗎 蠟燭 他們兩個男生是坐在前面沙發坐 他們兩個到後來已經是睡這樣子 好尷尬喔 我們兩個女生還很丟臉 還站在那邊 然後我們還假裝兩個這樣 我們就覺得好丟臉 他們還說 好多外國人在看你們睡覺 我說你們不要這樣很丟臉 真的 把我們的那種面子喔 那個是燭光浪漫的晚餐 再怎麼樣也要撐住啊 我們是吃乳酪飯長大的 沒有辦法 這樣子吃啊 對啦 而且那個法國菜對不對 每次都一點點 它有13道菜 然後每次都是一點點 一點點… 人家等三個鐘頭 對 吃個飯要三個鐘頭 很正常啊 是不是 對啊 人家就是優雅 對 微微大家好…就是這樣子 慢慢吃 慢慢聊 不是 還有第一個先上什麼白酒 然後再又上紅酒 又累 一杯白酒一杯紅酒 有點ㄎㄧㄤ 就累了嘛 對 想睡是有道理 什麼蛋糕啊 那太酷 她也不過在這兩個女的沒得換了 還有一個就雅萍姐 你要換她嗎 整個來睡好 好 那你說好累好不好 好累… 好 十一點多吃完了 那就去睡嘛 睡… 好 那邊走到門口 你們兩個女生先上去 我們去看一看 等一下就回來 看看賭場在那個你氣氛一下 賭場就不會累 就是第二條啊 第二條來了是不是 妳心裡面積怨多深 直接殺到第二條來了 今天賭到天亮 留我在房間乾等她 這是蜜月耶 是嗎 只有天 是不是 不是 你說第一天等也就算了 你知道我們到 我們那天去登記結婚的時候 是第三天的早上 他們勉為其難 在我們在女廁前面睡著好不好 沒有 在女廁前面喊 沒有… 她忍住 結婚完那天晚上 是不是叫洞房花竹夜 最重要的那一天 對 每次這樣我們壓力都好大 什麼 怎麼辦呢 你知道嗎 我們這位大哥 跟我一起回房間的時候 我就去洗澡了 然後滿懷的期待呢 他就說林志祺 我跟你講 你先洗喔 又要去看看 對 整天都看看 然後一看又不知道看到幾點 不知道是5點還6點起來 我根本都已經不知道了 妳不會從浴室沖穿 這裡不好看嗎 你看看我嘛 而且這位大哥出國是很恐怖 你知道我從我那七天 我連Vegas的街道長怎樣都不知道 天啊 因為那時候沒有手機 有啊 你真的很沒水準耶 沒有啦 我也沒聽 沒有喔 憲哥跟我一樣的 我們沒出門 我是能去那裡 他們只知道有機場跟飯店 對 那個是做演唱 各唱 不能出門的啦 對啊… 你知道Vegas有購物店嗎 購物店 有啦… 我也沒逛到 怎麼可能 第一天開始要上飛之前 我們女生是不是又很興奮要出國 對 然後我們Check in之後整理完行李 是不是就要去逛免稅店 當然 我們是不是應該去走一走 都是空的 要去買回來 對 但是這位先生就說不要了 趕快…我們到登機口 女生逛免稅店 我跟你講 那邊免稅耶 對啊 神經病 一個包包十幾萬年還想 沒到死了 看起來撩起來 什麼 什麼態度啊 免稅也便宜耶 逛一逛 我逛不用買可以嗎 我們連逛都不行 Windows Shopping 因為她的理由就是 她怕飛機到時候來不及 然後妳都要出去玩了 為什麼要買 好 那就不要逛 我們就坐在登機口等一個鐘頭 然後就只能聊天 好了 我們坐商務艙上去了 是不是很舒服 那又很興奮 腳可以伸身 長個女生就開始聊… 我們兩個不要講話 不能講話是怎樣 不是… 因為太吵了 她們要睡覺 兩個女生講話妳才有多 雞雞喳喳都說 現場商務艙不是我們四個人而已 還有別人對不對 我們人家認識我們是藝人 我們壞的形象 因為雞雞喳喳的這個 她們兩個站在雞雞喳喳 跟黃昏市場什麼兩樣 就是啊 妳那麼吵死人了 好 那不要講嘛 就各自去睡覺 我就開個燈自己看書 好有氣質 我看我的書可以吧 當然可以 不行 這樣也不行 有燈我們睡不著 我跟你講 這個 她們女生有她們的理由啦 我有我的想法對不對 她們上飛機機機沙沙 而且女生講話有時候 妳會聽得會生氣 開心啊 我跟妳講 妳看這一條 我要控訴一條 幹嘛 這麼快就這一條啦 我要去賭場幹大事 今天講一堆不吉利的話 搶隨我 要幹大事 對不對 這個賭場裡面要去晃一晃 他還在飛機上看書咧 對啊 看書還沒關係咧 對 書不能看 我不能看書喔 就會輸啊 對啊 會愛賭的人都很有一些機會 對啊 他講什麼… 我也沒講什麼 我就說好啦 那你們就 就去玩嘛 你們去賭場玩一玩 那如果 不要輸太多 輸一點點就趕快回來 不然就會輸太多 看那個是什麼話 像贏很多什麼輸一點點 對啊 那個不要輸太多 趕快回來睡覺 對啊 輸一點就趕快回來啦 沒有要去賭博的人 心情想去贏大錢的人 這個太忌諱了嘛 就一鼓氣起來 結果那一次輸多少 什麼 兩萬多美金 他的機票來回住宿都有了耶 都已經輸 輸掉了 因為我們是 我們是有拿10萬塊美金的 那個信用的 Credit 這樣子心情怎麼會好咧 對啊 輸完了我回到房間 我再跟你講 你看看這一條 直接下第二條 好…來… 看了什麼都想買 我終於找到我輸的錢的原因了 怎麼你輸錢又有原因 我開輸也有事 我這樣講也都我的錯 吵架了 我拿給你們看 怎樣 他輸錢跟好P是自己記輸的 白虎秀啊 對不對 是不要買 你去賭博你敢買白虎 白男虎原本很貴 什麼意思 為什麼 聽說還有買兩隻烏龜是真的假的 買白老虎有什麼不對 白老虎秀買白老虎啊 不會啦 為什麼 你問憲哥就知道了 對啦 賭博的人就怕碰到這種白虎 白虎心嘛 他就是煞心耶 哪有 他只吃個白老虎而已 所以我從那天開始 七天六夜沒有贏過一次 是嗎 輸光回家 真的啊 你去VICAS都沒贏過 不要只怪那七天 不是 那這真的就是真正的狼 不是 那跟我的白老虎什麼關係 他在我最後一天整行李之後 他才看到這隻白老虎 他氣得要死耶 對啊 而且我回來就把他藏起來 這二十年來 他到昨天才發現有這一隻 沒有 亮哥 你要不要還人家一個公道啦 蜜月七天裡面你都沒有 你有什麼貢獻 你什麼 七天幾次 幾次 大兒子就是在VICAS懷孕 來…當庭無罪釋放 他就釋放了 就這麼隨便 當然啊 那我還是懷孕十個月 當庭著床的耶 對啊 回到台灣以後他就懷孕了 所以我們到11月份結婚的時候 他已經有四個月的生育 當庭回來就懷孕 然後你七天都在賭場裡面 他有沒有叫Room Service 我有回來洗洗澡 換換手氣 然後再溫存一下 想要再下去 想要解一下 看能不能改一下 要噴這樣就對了 他英文不太好 無罪釋放… 他英文不太好 不會叫Room Service OK… 好吧… 那很好啊 你看七天那三次咧 我們等一下都會問這件事情 對不對 OK 來 兩位請坐 謝謝 第二組是Carol跟華乾哥 這個姿佑姐還在問說 真的不能買白老虎嗎 我跟你講 我兒子買了一個寵物 我差一點K他了 什麼 他買那個Cawabangga Cawabangga不是很好吃嗎 人子龜 人子龜很可愛啊 有一個龜也不行 公公啊 公公 對啊 不行的嘛 對不對 你們兩位去哪裡 他們都關島耶 對 好好玩耶 關島那不錯啊 四天山也是 誰提議的 那是婚禮 婚禮送的 辦喜酒的時候 婚禮送的 對 怎麼這麼好 對… 這位老兄我不知道 他以前原來出國的經驗這麼的 豐富 沒有 不豐富啊 我好像帶一個小孩出國一樣 他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到那邊好死不死大颱風 然後我們幾乎每天下雨 關島颱風那很可怕 就碰到那個雨季的那一種 對啊… 然後導遊只好盡量帶我們到那些點 然後也不能下車就介紹嘛 玩得就已經不開心了 他老說還要找麻煩 可能老天爺在警告我 是不是見不中人 蜜月才在警告 老天爺 你的警告會不會來得有一點晚 對 對啊 來 第一條我們給他看一下 來… 出一張嘴是大爺 是來蜜月還是來幫庸啊 該不會是你在扛行李吧 對 你怎麼知道 我沒有 你又看我長得那麼高大 憲哥我跟你講 我要插個嘴 真的 我連行李怎麼領 我都不知道 而且我在想說行李就 老婆去領啊 在哪邊也不知道 叫我去幹嘛… 男生好像都這樣 我們家的也是耶 洋哥也是這樣嗎 洋哥也是 他跟小亮哥很像… 不過你也不能 事事都一張嘴 還老婆去扛行李 那好可憐耶 真的啊 我跟你講 他本來就是應該要 比男人要注意一點 我們注意的是大事 蜜月有什麼大事 你都蜜月你要去抓海盜 真的耶 然後感覺… 你當下是有一種後悔的感覺 什麼後悔的 後面還有咧 真的嗎 對啊 來 第二條看一看… 來… 不屑夜市道地小吃 一定要餐廳才可以 口罰幹領正疲亂 婚姻盡充滿 董廚威 當你房業狂說上風景的話 一月的FU全吃 當年 Theryl姐穿那個黑色雷尺 我躺著 她上來趴著這樣看著我就說 回台灣之後 上次跟我講那個薪水 應該再調一倍 錢我爪 軟掉 她那個時候一個月就零貨五萬塊 薪水多少 當然先拿好討厭 要不然要後悔怎麼辦 哪那麼輕易給啊 這一點 婚姻跟錢有一點有一點 婚姻有關係 不屑夜市道地小吃 一定要餐廳才肯吃 去關島吃餐廳幹嘛 對啊 我們當然要吃道地的地方的東西嘛 對不對 去嘗試 我們還是大部分都喜歡這樣子 BBQ或什麼都 它很難搞啦 這個也不吃 那個也不吃 海條胸 外語嘴雞還要吃酸好 海嘴雞 完全沒有情趣的一個人 然後該回到飯店裡面 動也不動 躺好就等你來 差不多… 差不多啊 好激人喔 太幸福的那一人 在國內我都不太吃 就是攤子的東西 怕說萬一吃 吃得不乾淨 對 不乾淨 吃得沒病啊 但是他們就喜歡女孩子嘛 那個鴨匠 雞屁股 那邊是沒有這種東西啦 但是他們就是 女孩子喜歡去找一些 稀奇古怪的嘛 對啊 我就說… 罩子放亮一點啊 關島喝 那不行啊 那個不行啊 怕怕的 怎麼可能啊 會拚… 到北京還現場弄給我吃 我傻眼什麼你知道嗎 東西拿出來 我等一下可以拿那影片給妳 我這一輩子很少 嚇到離開桌子 然後一打開裡面 一坨黑黑的 我說這一坨是什麼 後來整坨在動 螞蟻嗎 不是 這麼大坨 我跟你講 然後那個蜈蚣是怎麼樣 它有鑷子夾起來 蜈蚣抽出來一條 直接放到那熱油裡面 噗啪 那個蜈蚣還吐煙出來 真的喔 吐煙 真的…我可以給妳看看影片 噗啪 然後差不多… 這個女生夾出來 可以了…這樣夠酥脆 然後妳不敢吃啊 來… 就吃了 不敢啦 你們到關島 妳肯定也要吃一點當地的 這個蝙蝠湯對不對 對 一些蟲蟲大餐 都出門 都不想出門了 什麼事 還吃東西 然後我就說好 那我就去逛逛好了 那逛室內中可以吧 可以 妳自己去逛 我在外面等妳 然後我自己逛 過了一個小時 好了沒有啊 逛完了沒有啊 我說出來吃幹嘛 趕鴨子 我說反正也沒事啊 她要急著去哪裡啦 對啊 我不知道 她不耐煩 不是 因為我在想說 下個什麼行程 在下個什麼行程 不要讓人家找不到我們嘛 那也是在車上啊 急什麼急 她是最沒有時間觀念的女人 我跟你講 就是這位 Carol小姐 大家注意 記住她 認得她 認不夠分耶 妳記 妳認就好了 我們還好 妳是講解釋嗎 人家出去玩就妳要讓她自由行 開心 妳會放輕鬆嗎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主張 主張就是如果度蜜月 真的沒有蜜月的感覺的話 我們要重度 這一次不算 真的耶 對不對 那個只是旅行 她有重度算了吧 她也不敢 宇柔 對你們是OK 對她們其實是雙方面的折磨 憲哥講得對 但是宇柔又講對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媽 要接著她的話 就是說我們後來有補一個 真的嗎 來 當房業狂說下風景的話 蜜月Fu全失 當年幹哥已經40歲了 就是要趕快做人 做人 對… 這個氣氛真好啊 對不對 開始要吹牛了… 有…那節奏 這個椰子樹在外面搖曳對不對 好 我們Carol姐 也很適食物 穿了一個黑色蕾絲 多麼性感 她不是在床上等我 是我在床上等她 一看她過來 我就想說 終於我做人的這個任務 可以達成了 結果我上來 我躺著 她上來對不對 她上來趴著這樣看著我就說 老公 我跟妳講 回台灣之後 妳上次跟我講那個薪水不對 我在床本來已經 整個人都已經準備好了 一聽到說她的薪水要一倍 講錢 我爭 軟掉 軟掉 對不對 當然要先講好對不對 要不然怎麼可能 我就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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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我就賣 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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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那時候我真的說 你什麼時候不能講 你為什麼不等到蜜月完了再來講 不是 她說要調一倍 你知道一倍是多少嗎 她那個時候一個月 就領我五萬塊薪水 一倍是多少 大家一起想想看 對 然後我整個人都綠了 當然先談好條件 要不然她後悔怎麼辦 對 我要拿那麼輕易給對不對 對啊 沒有 拿直接白紙黑色 給你先簽就不錯了 從那天開始我就知道 我現在的日子會非常難過了 因為在這種氣氛之下 她還可以講得出 這麼不適食物的題目 好 沒有關係 再看 繼續看 東西是細嫌了 給個小費都不甘願 她不願意給小費是嗎 不是 我不願意給 是她平常對我很小氣 她給的小費比平常給我還多 她常常跟我計較的一百 兩百 不是 我就生氣 我不是說不給 我看這張照片 你看 我跟她滑舌 半舟對不對 好 半舟 大哥 你人在哪裡 我在左邊 那是你 你看我那時候多麼青春朝氣 對不對 小鮮肉 現在很小鮮肉對不對 旁邊就是…幹掃 我跟你講 那時候 他說所收 所收每個人三百元的這個小費 這樣子 合理啊… 因為我們二十幾個人嘛 一個人收三百 你去秀姑卵溪 從最上面這樣翻到下面去 後面的那個教練他是很辛苦的 對啦 也是抱著生命危險 我們在峇里島那條溪 不會比秀姑卵溪短 所以說很爽 玩完了之後也想說 稍微 多給一點 小費 他連這個東西都要閒 對不對 還不會閒咧 女人家要持家嘛 對不對 對 他要持家 他持家 我告訴你 除了剛剛說的薪水之外 所有水電 瓦斯 咖啡 通通你買單 網路 對… 通通都要你買單 所以那個是我實賺的 其他東西都是你要付錢 那個是前十年喔 有薪水 現在十年後已經零薪水了 OK 這段婚姻跟錢有越有關 非常有關係 這次是他來的啦 那怎麼辦 我連那個浪漫都沒有 這個這麼失誤的老公 我連拿個錢安慰自己都不行 也對… 我難道每天跟他報仗嗎 多累的一件事情 他身手下錢 多沒尊嚴 其實他 私心沒有在算錢的啦 是啦 對不對 我們可以就讓人高興嘛 該花就花了對不對 有這件事嗎 你沒在的 他還有二度祕願 你都輸那麼多了 哪裡在乎這些 對啊啦 輸就輸了 要給我沒買一家 寒刀肉糊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大哥…真的 我看你們這段婚姻 沒錯… 我跟你講 你要對我們有信心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是床頭吵 床尾吵得更大聲 為什麼 一定要是 魔音傳導開始了對不對 他開始在唸 我們就趕快 全身防衛系統打開 然後你知道 進入另外一個平行宇宙 這樣趕快出門 開車走 拜拜 什麼啦 通常我出了門以後 他還在房間裡面說 我跟你講啊 你還沒有聽完嗎 在…在哪裡啊 人呢… 我要哪裡去啊 就出門啦 這就是我的婚姻對不對 非常有趣 而且越吵 反而會越久 不錯… 掌聲該給你啦 好啦… 好 來…兩位…請坐起來 來…Jeff跟那個雨柔 年輕的 他們兩位等於才結沒多久啦 兩年而已 才兩年對不對 對的 來看一下 多蜜月到哪兒去了 我們去什麼地方 馬爾地夫 很厲害喔 我講的馬爾地夫 七天六夜 對 其實比較長啦 大概有九天 九天啊 因為我們在那邊待了七天 但滿遠的耶 對 但你們的認識到結婚這段有多長 大概兩年吧 兩年啦 一年 一年不到 默契還不是很足喔 對 都沒有 沒有 不是 小燕哥 我要跟你補充一下 因為我老公被打 腦子變成壞掉 而且氣不太好 有時候常忘記有沒有吃午餐 對… 那妳老婆啦 妳老婆啦 對啦 講話 好啦 開始了… 來… 第一條 我跟你們講 這真的… 戰鬥… 不換就要補妝 罵我拖時間 不換還要被寫得妝 對 我跟妳講 姐妹們妳們真的要幫我做主 來… 劈樂行程超累人 劉宇柔博命演出 夢幻浮潛像在訓練我鐵人山下 馬爾地夫當地的導遊 她就說我會拍手按摩 然後到深海去浮潛 出發前會做一個測試 叫我們直接來回遊 10公尺 不能停下來 腳不能站到地上 就是過關的 已經可以加入中華民國海軍了 有成功了 然後出去了以後 會一直擺往外海衝 妳就要一直在裡面 有… 在海裡面的時間非常好 跟她鯊魚 海龜 烘油 看海底總統人也會看到這件事 不換轉服裝 罵我拖時間 不換還要被寫得妝 對 我跟妳講 姐妹們妳們真的要幫我做主 這不行耶 那個出國 平常出國有空有閒有錢 我們就可以出國 那叫出國 度蜜月這一輩子跟妳結婚 這一次就只有那一次 所以蜜月非常重要 對 但因為我們的蜜月又到了馬爾地夫 馬爾地夫那麼漂亮 我們當然要一直拍美照 每一張照片都要留作紀念對不對 對 所以妳每一早上起來出門前 就是我老公就很堅持一定要早起 我就說好 那早起 但是我有我的堅持 就是出門前我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好 那馬爾地夫早起要幹嘛 繞倒一圈 沒有 因為他們其實我們在餐廳 有很多活動 我們都有安排時間 對 那好玩… 我想法是我們去那邊海島玩 應該是放鬆嘛 然後拍照很漂亮 妳人也夠漂亮 幹嘛還要一直化妝 可是你知道很煩的是 我們每天早上起床出門前 就是在那邊補妝啊 幹嘛弄都弄 或者說我們去海邊 妝容掉或幹嘛 就稍微要弄一下嘛 因為黑眼圈出來了嘛 而且完水馬上就糊了 我弄個五分鐘 他可以唸50分鐘 為什麼要唸 煩不煩 他就一直在那邊 你幹嘛一直補啊 快點 我們要怎麼樣 怎麼要下一個行程 這個唸的他又屬於那種murmur 對 很煩 蚊子唸 然後我想說好 有一天 我們就不要化妝 我們就大素顏出門 後來終於仔細聽了 有… 他不在唸 他在唸金鋼筋 他才會把這一段度過去 他在製羅 沒有 他度化妳 大不了就素顏 他就說素顏很美 就出門這樣 我們就出門了 那天拍出來照片跟鬼一樣 然後我就說 你拍照片真的很爛耶 他就說是你自己皮膚狀況 那黃臉婆什麼的 你那麼怪我 不可以讓她說這個 我要化也不對 不化也不對 但是他 不行了啦 素顏沒那麼差啦 但是我真的覺得 妳就買那個素顏霜 給她塗一塗 素顏霜 對 她去玩很大都沒有化妝 我都沒化妝 對 我跟妳講 潔哥妳講到素顏霜 我要跟大家講 這是到我度完蜜月回來之後 我才發現有這個東西 它是潔絡霜 我剛剛都還不敢問 她以為是按摩棒 沒有 太短了吧 她設計這麼漂亮 她是潔絡霜 潔絡霜是抗UV的防曬素顏霜 有防曬 還有防曬 我會很喜歡她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的皮膚顏色不算是很白皙 我是小麥肌膚 然後她這個素顏霜擦上去我的皮膚之後 它很厲害是它可以自動角色 所以如果妳是一般白皙肌膚 妳就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像我們是皮膚有點 比如說暗沉 辣毛 或是比較小麥色 我們就會 它會自動幫我們矯正成 是我們應該有了膚色 也不會變灰灰髒髒的 然後再來是它呢 你們我們想說素顏霜是不是 就是化妝品或什麼 但它就是保養 所以我們也不用擔心說 它這個擦上去之後 它可以幫我們打到 16個小時長效的保濕 所以你們看一下 一天24小時 我們睡覺扣掉8個小時 剩16個小時 16個小時等於它全天都在保濕 然後我們也不用擔心說 因為它不是妝 所以我們不用說怕擦了以後 我們的衣服會弄髒或什麼的 再來是因為它很溫和 它也不刺激 所以這很重要 媽媽 懷孕的媽咪也可以用 是喔 完全可以用 然後有小寶寶也不用擔心說 懷孕 就婦女懷孕也可以用 可以 那 未婚懷孕可以用嗎 很漂亮 那有償耶 很會好 可以用 對啦 因為像有些媽媽也會擔心說 如果寶寶已經生出來 會傷害到寶寶 對 所以這個也不用擔心 對 然後再來是 我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就是它那個 會自動幫我們角色的部分 看得到 然後它很好推開 不會卡粉 然後非常的保濕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它塗開來看 它等於就是擦一層保養品 就已經有這個效果 就這樣推開就好了 對 很簡單 而且它除了臉 手也可以用 是耶 現在看起來很白 但它等一下就會變色 高科技 真的 真的厲害 不要推開來 雨柔 所以我們就不要擦防曬 就擦防曬 擦防曬 擦防曬 乾哥要沒… 可以耶… 她是怎麼樣… 雨柔 會不會有黏膩感 她不會 完全 她就是保濕 完全吸收是不是 完全 然後它裡面有個程度很特別 雨柔妳誤會了 她是要買那種有黏膩感 不是 真的可怕耶 對 你們看 這邊是擦過 這邊是擦過的 不錯耶 然後這邊還沒擦 有擦 可是感覺很像你天生皮膚很白 還要那個紙白 然後我們在 它裡面有個成分很特別 就是它有藜麥跟蜂蜜的精唇 它是被平時早餐吃的東西耶 通常很少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所謂的素顏霜裡面 會有這樣的成分 是因為它就是保養 所以16個小時 我們不用擔心說 放在我們皮膚上 會不會有什麼不好 OK啦 有沒有看到一個好的產品 解決了一個家庭的紛爭 而且憲哥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你除了出戶外之後 其實在家也要 因為燈光其實都是有UV 會有紙外線什麼 都會 那個燈照了都會曬 所以這是平常 我們每天都可以使用的東西 OK 所以這是很可惜 就是我是度完蜜月回來才發現 所以我覺得就不算好了啦 所以也嫁給別人啦 所以我覺得 怪不得到不算 我們再度一次 再度一次 OK啦 為了真品再度一次 而且她一補寫SuperOK SuperOK啦 超OK的 老公喝到丁對不對 來 下一條… 第二條 夢幻浮淺像在訓練我鐵人三下 我跟你講 我們已經去度蜜月 度蜜月就像剛剛憲哥講的 我們就是要睡覺睡到爽 吃飯吃到飽 然後每天就是步調很慢 很悠哉 在那個島上過兩個人的生活 然後每天就做一些開心的事情 這樣就好了 但我老公就想說 都已經到馬爾蒂夫了 他這個島上活動我們都要玩 我不誇張 有一天下午 我又泛舟又獨木舟 又什麼站立手 立獎… 我立獎 我一天玩了大概四 五項東西 然後一個下午整個這樣 不是 太累了吧 然後一直在好 有一天早上我老公就說 我們還有那個免費的那個 他說 然後我們就有稍微問了一下 當地的那個導遊 他就說其實浮潛很簡單 我們就是會 我們會開船 帶你們到深海去浮潛 不是…不是在珊瑚礁境岸 那個好玩 那個在深海的好玩 我們看到的東西 不會是小丑魚什麼的 是大魚 鯊魚 鯊魚 海龜那種東西 垂頭砂那一種 對 然後我們就說 一般人都可以去嗎 那導遊就跟他講說沒事… 我們就是 然後我老公就想說 好吧 那既然這麼簡單 我們就衝 就去浮地一早 就是天剛亮的時候 第一船我們就出去 我就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回來我們就吃早餐 就可以休哉 休哉休息 然後等中午這樣子 我們就去了 早上7點多 到了以後他說要做測試 他就叫我們直接跳到游泳池裡面 然後那個游泳池 高度大概跟我人一樣高 就是是那種會滅頂 踩不到底的 對 然後我說那現在要測試什麼呢 我就死抓著那個旁邊的岸 然後他就說現在就是 你們要來回游 然後中間不停 妳抓住他還拿骨肝 把妳戳臺裡面 真的假的 對 他就說放開 現在開始游 然後不停 50公尺左右 你不能停下來 腳不能站到地上 你就是要一直游 然後你沒有挖鏡 你也沒有救生衣 你就是要自己游 你的肺活量 耐力 跟你的游泳技術 是達到標準了 你才可以出去 那哪有一般人可以啊 7點多 而且沒吃飯 我遊玩 我臉個慘敗 然後坐在岸上 我通過了 可是我想說夠了吧 妳如果這個過關 妳一定可以加入中華民國海軍 我真的過關 我真的過關 而且我比他 我比我老公還早上岸 然後我們就過關以後 也沒有多喘息 我們就拉船就出去深海 妳真的去了 真的去了 就是因為過關就要出去啦 然後出去了以後呢 我跟你講第一早的那個浪 大到不行 然後而且那一天是陰天 然後我們雖然浮在海面上對不對 但那個海流很急 它會一直把你把往外海衝出去 所以你就要一直往裡面游… 你一邊浮起來一直游… 然後你抬頭看 你抬頭一看你那個船 你剛剛下船的那個船 最累的不是在床上 對啊 在海上 那個船剩這樣子的 超遠 超級遠 對 然後你要一直追他 然後你明明看那個樓梯 那個樓梯就在你前方 你要抓了上船對不對 都抓不到 你抓不到 他就是那麼大 出發前 一定 他要大領保險機 對 好可怕 我去錄蜜月 我幹嘛 蜜月應該是好玩一點 盪秋千 可是妳現在問他覺得值不值得 他現在覺得超值得 在海裡面的事件非常好 而且我們看到 你都快游不回來了 我們看到鯊魚 我們看到海龜 我們看到鴻魚 還有一層群的海底 他其實也超高興的 只是他邊高興邊抱怨說 看海底總動員也會看到這些東西 對 他們還要比他還可以認識他 不過真的很漂亮 那個鴻魚也是有危險的 鴻魚後面那一根氣 距離很遠 但真的很美 然後我想說 去MaoD付的浮潛這些行程 一定要去 你的體能跟女生這樣 你到底為什麼要把那個新娘 整天搞那麼累 而且晚上不想幹嘛 我就抱怨說這個很累 這樣一直游 好像帶新娘子去 參加海巡路戰隊啊 對啊 戰隊有點弄得覺得有 然後我老公突然就叫練上 他說你這個體力這樣不行 你還跟我想說什麼… 要練習什麼格鬥什麼 你是爛死了什麼就開始洗 對啊 怎麼心情都這麼定 好…牛吹那麼大 詢問一下 這九天大概幾次 一次嗎 沒有 憲哥這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什麼 一 字 撞 NO 太給面子了… OK啦 OK 來… 好 來 換劉雨柔的惡行 我們就出來第一條 我有什麼好抱怨 我也要控訴一下 他好好配合耶 去海島還怕曬 我的夢想行程沒法去 那對爸拍照技術招質疑 那對媽經非洗筆 女友是在台中 拍照拍不停洗出來 才發現根本災難 他連照相都不會 你看這是照什麼相片嗎 這像我這樣一小職堂嗎 這是人的問題 你怎麼搞的 電郭茶 其實他會有意思嗎 這幹什麼 叫我爬上溪牛照一張 你知道什麼意思 懷疑到底怎麼爬上去 我爸爬上去 他那時候很瘦 他這樣跳的時候才47 現在是被倒 這個時候跳 去海島還怕曬 我的夢想行程沒法去 對啊 像我剛剛講 大家去馬爾地夫一定是浮潛 水上活動 然後去參觀很多 不同文化的景點嘛 對 你已經知道 馬爾地夫是他挑的 太陽大他應該很清楚 你是不是要戴好防曬的東西 因為我很喜歡衝浪 然後那天在馬爾地夫就想說 除了那個浮潛之外 我們可以衝浪 因為我想讓他一起試試看 他也喜歡運動 然後就想說帶他去走一下下 那個島其實全長 差不多一公里而已 然後他走到大概300公尺 就說我累了 他累啦 合理啊 對啊 怎麼了嗎 不是 又不是在Las Vigas shopping 熱 一公里幹嘛 又沒有東西可以逛 走300公里 shopping都不累了 我跟你講 你們真的姐妹們幫我做做主 他在正中午12點 叫我陪他去環島 那是最曬的時候 而且馬爾地夫的太陽劇毒 對… 然後再來你知道我陪他走了 我沒有不走 我也沒有走300公尺就喊累 我陪他繞完一圈了 你知道繞完一圈的結果是什麼嗎 因為我的祕願全身騎水泡 才第二天耶 天啊 而且我還要去島上的醫護士擦藥 每天要去報到 因為水泡都會破掉 好可憐 就我已經散一散了 海水會洗…就去 然後他剛剛說他想要衝浪 那你沒衝過 你自己經驗也沒有很足 然後他想去衝 我說那你就去嘛 你自己去嘛 對不對 你自己花幾百美金你去衝 他就要逼著我一起去 我又不會衝浪我也沒衝過 你是要叫我去死喔 好像是耶 對啊 我一直都覺得是耶 從事而保險經道 妳要聽姊姊的話 我自己去自殺 我要先給幾百塊美金 然後讓你 你真的有保險 幹嘛 那我幫你保險 真的 那很奇怪啊 從浮險到去那 把他都玩到嘛 至少就是回憶收集嘛 對不對 後來我也選了比較輕鬆的 但你也不要 我想要就算了 他說你去啊 沒關係 然後那個臉就是 去啊…你去啊 女生翻機機 所以有沒有看到 女人說Yes or No 你要感受她的Yes or No 對 要看得懂… 來 出國還怕胖被迫絕緣當地美食 不吃 對啊 因為馬爾蒂夫很多那種 魚做的他們當地的美食 然後我們住的地方 這個每天有Buffet吃很豐富嘛 一開始前面前吃得超級開心 我跟你講 妳多吃一點 然後我要拿很多 妳要幫我吃 我說好 妳要不要控制一下 他說沒關係 都來蜜月了 就盡量吃嘛 沒關係 一直塞… 他不然咧 然後到最後第五天說 我變胖了 我心裡想 奇怪 為什麼 是你不能吃啊 對 沒有 他說他開始要控制飲食 他叫我不准吃 他說如果我一直吃 他會想吃 就會影響他的計畫 他說我畢竟也是一個對不對 回去之後我們就要這樣通告 他要愛我才對啊 我就會想到 當時他在比賽減重的時候 我也是不吃不喝陪他節食 對不對 我就想說那蜜月 為了我回來工作著想 跟我的身材著想 你應該也要 就是為了我放棄一些美食 對啊 對不對 而且我也是礙於你 現在還是選手 就是不要再吃胖了 不然到時候減重很痛 很辛苦 對啊 他就上去一個量級 被打得更慘 對 老婆都壞掉 OK啦 這個合理啦 對啦 還兩年也沒什麼好抱怨的 對啊 這個新鄉樓 新帝國嘛 對啦 來 聽聽看這個古家室 好 古家室 歡迎古家室的劉浪梨 來… 旅遊是在台中 什麼 還有義大利啦 來 西風圈 西頭 對 西頭 看第一條 我們來看第一條 照片都泛黃了有沒有看到 對啊 30年前了你看 30年節 來… 在飯店放佛巾 越聽越毛 想嚇死誰 對 因為我本身就很膽小 我從小的生長環境也比較暗你知道 我覺得我又有靈異體質 放佛巾 妳去洗澡 然後她整個人躺好 這很怪耶 沒有動 對 憲哥你說對了 怕蚊子咬你知道嗎 臉上會蓋塊布你知道嗎 對 怕蚊子咬 整個蓋住嘛 對… 對啊 我本來想說 照理講杜蜜月應該很浪漫嘛 對不對 一進去她應該先抱著我才對嘛 對不對 結果她沒有抱我你知道 她先去錄音機拿出來 對 妳以為說出來是很浪漫音樂嗎 我本來是以為是很 愛的浪漫事 對 結果呢 結果出來是佛巾你知道 然後我就說老公不要… 好怕你知道嗎 她就在等這個 結果呢… 來… 當智人這樣 結果她說要散開 我要介紹一下 結果說真的 因為我們30年前 第一個就比較傳統 然後現在父母都有交代 就是說你出門在外對不對 到那個地方很多人睡過 我們不要這樣 我們兩個人在坐 別人在看 所以要事先先撒靜一下這樣 經常是人在做天在看 對… 我們在做人家看這樣不好 所以我們要先供養他 所以撒靜一下 然後換個佛經 阿彌陀佛 剛剛會邀請更多 對 邀請 沒有邀請 我們一次氣球 他說今天晚上就這樣 就給我們寧靜的一個夜晚 因為這是我們度蜜月也是這樣 對 人聽佛經也怪怪的 對啊 很不浪漫耶 播一下就好了啦 蜜月一定會好一下嘛 佛經妳要關掉嗎 當然要關掉 那還好 嚇死人了 對… 因為我三 四年到現在都沒有變 對… 好 第二條… 拍照還不停洗出來 才發現根本災難 閒啦 對 它還會放不夠 真的是鄉下人 就是鄉下人 連照相都不會照 人家是女生出去很愛拍照 我們家是這個男人很愛 以前都還要洗照片 對啊 我們現在手機都… 對啊 這是妳 擦擦嘴 好小喔 沒有啦 這張相片是給大家看 你看這是照什麼相片嘛 這是我家的小池塘嗎 你絕對看不出這是哪裡 就位太太 我理論中 趕快沒差啦 對啊 其實你看我很優雅 很優雅 很優雅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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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看看 老天啊 水牛耶 她是犀牛啊 叫我爬上犀牛照一張啦 不知道什麼意思 不是啦 妳那時候妳也比較適合 對 那時候比較避俗吧 不是啊 就是剛結婚 妳從頭到尾都沒照耶 不是啦 剛結婚就害羞 對啦 然後所以她才叫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嘛 現在叫我上犀牛怎麼做 我都不要 坐在鼓上頭會怕耶 叫到上犀牛 坐在犀牛上 這個太可愛了對不對 不是 很懷疑妳到底怎麼爬上去的 是老公把妳扶上去的嗎 我抱他上去 我在照 對啊 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照相 因為他那時候很瘦 他嫁給我的時候才47 現在是顛倒 不能說出來啦 當然要跟歲月一起增長喔 對不對 對啊 對啦 她也有抱怨啦 來 靠地點 我再看一下 來… 我的部分的 抱怨就是 她前不熟軟名牌包一刷好幾個 這到義大利去了 對… 我到義大利去的時候 如果要買我們就給她買 對不對 對 所以她有一個外號叫做斑馬 斑馬叫做黑白白 黑白白 對… 黑白白 黑白白 對… 我們去的時候 一個人一個皮箱 然後最後又多帶一個 為什麼 她的媽媽總共有 九個胸部之內 每一個人最少都生五個 你想想看她出去要買多少個 所以她出去的時候 就是說所有的皮包一買 都超過20個 所以那時候我要娶她的時候 我媽媽是反對的 她說怎樣 這種家族這麼的大 你以後光紅白包 要更你就更不完 八對不完 八對不完 幾百的 我媽媽還給我講一句話 金正謝師如果對得到 你們家庭沒鍋子到沒燥 這樣可怕 假設要錢都你再管對不對 所以我還能怎麼樣呢 所以這個部分 最後一個卡刷爆了 因為她的卡最後刷爆了 我那一張也刷爆 所以回來就一路炒 炒到最後 因為錢是我管的 最後一個都 杜蜜月八天九月回來 還了半年 你看 再試試看 再杜蜜月一次 因為我已經改了 好… 再杜蜜月一次 一切都會不一樣的 但是假的就是假的 再杜蜜月一次 誰不想換人啊 等一下是 換人吧 很壞耶 對啊 到現在她有跟我講 她5月1號要退休 她說我們這次到美國 我的兩個妹妹全部到美國 讓她去嘛 她勞動只要退休 妳就讓她退休一下 對啊 不是 我對妳有信心你知道 那沒有… 那對吧 可以的 謝謝… 這個是男人的快樂 第二個 來 三天兩夜 枕頭被套都帶上稿的上班家 第二個 來 三天兩夜枕頭被套都帶上稿的 上班家 我覺得等一下是最扯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等一下 第一個 她有潔癖 你有帶佛金 你就已經 沒有 是最扯的啦 對啊 妳最扯的 她又比妳更扯的 但是妳知道嗎 因為她到那邊 要來 對啊 都是這樣啊 不是啊 因為我們要在床上翻滾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很衛生啊 對 床上弄得整整齊齊 我有帶那個 野餐墊你知道嗎 很漂亮的餐墊 然後放在床上野餐 外國朋友不都這樣 多有情調啊對不對 還在床上野餐啊 對啊 燭光晚餐或是早餐都很棒啊 還有餅乾 水果 對啊… 所以我講的沒錯嘛 對不對 好浪漫喔 人家飯店的床 原來你們拿來野餐 對 因為我去 我進去的時候講的 我都要把床單先放好 然後毛巾先放好 還有這樣 所有桌子起來全部先擦好 我感覺我去那邊起來就很累 好像呼呼聲 所以包括到現在結婚30年 只要要出去 我想到這個我就覺得起來 回來會常累 現在已經又力不重新 所以這事實在 我覺得實在我最抱怨的地方 所以要怎麼講 她有潔癖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改 我感覺妳的壓力越來越大 有耶 有一點大 你看起來結婚30年到現在都不會胖 都不會胖的人就壓力太大 你們這一對我最看討對不對 對啊 都30年了 沒有 我們真的30年 但是我也有對付她的方式 我們這一次去義大利 三年前去義大利二度蜜月的 她很神經 她拿著她的佛經 這個到處說叫我要分享給別人 直接用就算了 對 陸魚造型的佛經 沒有 那是錄音機 錄音機 可以放一放 對 它這裡面有 可以放映出來 它可以放出來 你操作… 他還去義大利耶 超奇怪 可怕吧 義大利 可怕吧 你讓他去 我第一次看到人家禱告 最厲害了 我們去那個澳門塔 要往下跳 觀世音菩薩 拿摩觀世音菩薩 快到了時候才揭曉 拿摩觀世音菩薩保佑 太奇怪了 你挑一個島嘛 快到了以後才揭曉 原來她是基督徒 好了 再次謝謝你們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小明星大跟班下次再見 謝謝 小明星大跟班下次再見 謝謝